有三公半夜市车的吗? 有没有三公半夜市车? 镜头前,这个格外愤怒的男人就是本期视频的主人公蔡先生。 就在今天,记者突然接到了来自河南路阳的蔡先生的求助, 电话里表示他自己买了一辆价值为285万的豪华宝马车。 自己刚买不久,送到修理厂维修的时候, 却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, 被修理厂的一名员工偷偷地将车子开出去炫耀, 而且不仅开出去炫耀,还在自己出去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车祸。 自己花了285万买的车子就瞬间报废了, 前面的横梁就直接弯掉了,轮毂也全部撞断, 因为撞击的力道非常之大, 宝马车内的所有安全气囊都被瞬间打开。 那横梁弯了,轮毂全部都撞断了, 但是所有安全气囊全部打开, 现在为止的话这个车辆现在已经报废了。 蔡先生向记者表示, 现在自己的这辆宝马车基本上已经算是报废了, 事情发生到现在为止, 修理厂一直都没有给一个说法, 一直不说赔偿的事情, 也不主动出面解决, 毕竟蔡先生只是将自己的车子放到修理厂正常进行修理, 开自己车子出去发生车祸的是修理厂的一名员工, 这个员工还把自己的车子彻底开报废了, 这件事情理应修理厂负全责。 洛阳的蔡先生告诉记者, 这件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, 自己当天将车子交给了这家修理厂之后便离开, 而在22号晚上的时候, 警察打电话给自己说, 自己的这辆车子发生了车祸, 车子不是自己开的, 车子是修理厂的一名员工开的。 当天晚上, 那名员工跟自己的三个朋友架着自己的车子出去吃饭, 吃完回来的路上发生了这起事故, 车子撞毁了, 但索性人没事。 蔡先生还向记者表示, 自己买的这辆车子在洛阳市非常少见, 可能周围的朋友都没有这辆车, 那名修理厂的员工就想要开他的车出去炫耀, 那么整件事情真的如蔡先生所猜测的那样吗? 修理厂的员工真的是为了开车出去炫耀吗? 于是记者便联系到了修理厂那名员工的父亲, 那名员工的父亲得知了儿子的所作所为之后, 表示非常的生气和惊讶, 因为自己的儿子并没有跟自己说明这个情况, 而且他也非常恼怒, 自己的儿子竟然开了客人的车子, 后来他经过了解, 表示自己的儿子是所以在开车的时候翻车了, 是因为自己的手机在开车的过程中掉落, 而自己正在捡手机的空档发生了意外。 这位修理厂, 员工的父亲意识到了本次事故的严重性, 因为儿子开车的时候的失误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, 索性儿子的身体并无大碍, 但是这辆价值近三百万的号车, 让他们这个普通的家庭学上驾送, 说明一场员工的父亲表示, 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防卫工, 家庭条件非常一般, 根本无法赔付蔡先生车辆的钱, 但是这并不是一句赔不起就能解决的事情, 蔡先生损失了自己一辆将近三百万的号车, 自然是要找修理厂要一个说法的, 记者随蔡先生和蔡先生的朋友来到了修理厂, 找到了那名修理员工, 那名修理厂的员工表示自己只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试车而已, 并没有开出去炫耀的意思, 事到如今, 这位修理厂的员工依旧还在嘴硬, 所以这也直接激怒了蔡先生和他的朋友们, 他们表示修理厂的那名员工在说谎, 因为根本就没有三更半夜还帮客人试车的说法, 就算三更半夜还在帮客人试车, 那么在试试的过程当中将客人的车子开报废了, 这一件事情就一场, 和他本人应该负全责。 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销的时候, 修理厂的负责人开口说话了, 负责人表示他们这里明文规定, 在晚上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修理厂的工作人员, 私自试车的, 因此很明显这位维修上的员工触放了这条规定, 记者表示虽然负责人说的规定是规定, 但是规定并不是死的, 可能会存在漏洞, 紧接着记者提出顾客的车钥匙一般都交给谁来保管, 负责人表示, 顾客的车钥匙一般都交由当天值班的工作人员保管, 没有固定保管顾客车钥匙的员工, 而当天负责值班的便是那一位将蔡先生的车子开报废的员工, 现在事情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, 那名修理厂的员工也默默地站在旁边不再说话, 见到这个情形, 记者也在旁边劝说那名员工, 放了错误就要勇于承担错误, 一起把损失降到最小才是目前最为正确的事情, 那名员工好像听懂了记者的建议, 大家开始谈起了赔偿的事情, 首先修理厂的负责人表态, 他承认修理厂有监管上的漏洞, 因此也造成了蔡先生的损失, 所以他们愿意赔偿, 要经济上的补偿的话, 我们可以把这个钱给拿出来, 如果说是就是刚才那种方案, 说要车的话, 我们会去找这个同年线同款, 赚回了, 影响我们谈好几则合同, 当官的损失这些我们都是愿意承担的, 负责人表示, 不论是赔钱还是赔车, 都按照蔡先生说的为准, 但是蔡先生的这辆车已经开了许久了, 修理厂不可能按照原价赔偿蔡先生, 但是另一边的蔡先生却表示, 因为这辆车被撞毁了, 耽误了他, 谈好几个合同, 中间的这些损失也应该由修理厂来负责, 最后双方各退一步, 蔡先生和修理厂的负责人表示, 他们可以信心协商, 取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赔付出职, 本期视频也在这里告一段落了, 修理厂在监管上的确存在比较大的漏洞, 在明文规定员工不得在半夜的时候开客人车子的情况下, 修理厂的员工还是会大张几鼓地将客人的号车开出去炫耀, 今后这家修理厂需要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, 不然的话,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会不断地发生。